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恭喜坚持到了第三集 耶 也是我们正式进入阅读词汇与法琴的最后一集 我会对前两集视频做一个总结 并在其基础上加入我几个发音的干货 这样大家就可以阅读99%的古希腊语文献了 不过我需要反复强调的就是呢 学习一个语言的初期不断的重复 不断的记忆真的是真的非常重要 那第一集和第二集中 我们认识了古希腊语的字母 发音规则书写形式 我还鼓励大家做一个小小的练习 就是尝试读出现在屏幕上 古希腊奥林匹斯十二组成的名字 那么我就在这里带大家一起读几个名字 比如说他 根据我们之前说的发音规则 首先看一个词有哪些字母组成 那么这个词呢 由alpha, rho, tau, epsilon, mu, iota和sigma组成 那么他的读法便是artemus artemus 没错 中文翻译就是artemus 英语呢是artemus 他是狩猎和贞结女神 根据奥维德在变形记的记载 阿克泰翁一位猎人 他偶然的看到了女神artemus 在沐浴 被女神变成了一只巡鹿 最后被他自己的50只猎狗杀死 非常的悲剧 那么我们再看一个男神好了 就是他 那有哪些字母组成呢 有alpha, rho, eta和sigma组成 那连起来读呢 就是aris 中文翻译呢是aris 英语呢是aris 他是战神 那熟悉God of War系列的观众朋友们 应该对他再熟悉不错了 再熟悉不过了 那么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名字 就是他 只有三个字母组成 分别是eta, rho和alpha 那读音应该是era 可是仿佛我们从来没有听过一个叫era 或者叫爱拉的神 而有一位叫赫拉的女神 她是宙斯的正妻 没错 这个名字就是hera或者赫拉 那是什么造成这个词读hera 而不是era呢 我这里先卖一个关子 而是先进入我们这集的第一个新知识 原音Val和辅音Consonant 在古希腊语中 原音分别有七个 分别是alpha,epsilon,eta,iota,omecron,opsilon和omega 那剩下的字母呢都是辅音 而原音的两两结合就会形成双原音 Dipthon 比如说alpha,iota,alpha,opsilon epsilon,opsilon 在发音的时候呢 要连读 那比如说举例子 比如说第一个alpha和eota 那不能读作 i,i 而是要读作i,i 相当于中文里的i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众神之王的名字 众神之王的宙斯中就可以看到有双原音的存在 那么他读作zeos 就是宙斯了 好 知道了原音辅音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回来看宙斯的这个正式了 赫拉 可以看到 不管是在中文翻译还是在英文翻译中 那都有这个h的音出现 赫拉的赫有h音 赫拉,赫也有h音 但是这个h的音并没有在字母中呈现 那是因为啊 有一个跟这个反过来逗号类似的符号 它呈现出了h的发音 这个呢叫做气息符号 breathing mark 它有两种粗气符和柔气符 跟逗号就是直接跟这个中文里的逗号一样的 它是柔气符 那反过来就是粗气符 而且它只作用在原音开头的词中 如果是在这个 如果是单原音呢 就在这个字母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artemis中也有这个逗号 那如果是双原音呢 它就在字母上 那我给大家举一个单词叫 autos autos 你看它是双原音 alpha obs 它的这个气息符号呢 就是在这个第二个原因上 那还有一个特例就是ro ro啊 这个字母很特别 它开头的 它以它为开头的单词 基本上都有粗气符 那好 这个符号呢 是告诉读者这个原因 或者是这个双原音啊 还有这个ro应该怎么发音 ro气符呢 对发音几乎没有影响 而粗气符呢 就代表了这个h的音 比如说我们最后呢 再来看这个名字 它的epsilon呢 前面有一个粗气符 它的读音呢 就是hermes hermes 他是商业之神 宙斯的信使 那有一个奢侈品呢 也是以它为名的 那最后有细心的观众 可能会问了 这个hera 我把它擦掉 再看一遍 这个hera 它除了有这个 粗气符以外 怎么旁边还有一撇呢 我请大家先不用在意 它呢叫做众音符号 是不会影响词译和大部分情况 它的读音的 所以暂时呢 不用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那好 那么这集呢 我们学习了原音 辅音 以及七七符号 然后我相信这十二主持人的名字 已经难道 难道不了大家了 那么在下一集中 我们将正式的进入语法 和阅读翻译环节了 那好 我们就下一集视频再见 拜拜